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完全我感觉我现在的朋友圈子在和一群爸爸那个年龄段的人在交往一样 不是 你这老爸主要有点吐 娘都跟杨老爸你也不这么说啊 吐指甲油吧 没问题 旗边可以吐指甲油吧 能穿破洞裤吧 必须可以 你看 没问题 不再知道 哥 这不是关键问题 主持人 关键是一个手指头角吐一种颜色 再说呢 指甲油对人体伤害有多大 你看天天就健康健康健康的 你是养生达人吗 天天健康 其实主持人 你能看着我 我其实是一个比方力向人 本身也不太会说话 在家里 我们俩经常吵架的时候 他也压着我 你看 现在又压我 行 还管什么呀 姑娘 你说扑个指甲油啊 穿破洞裤 都是健康着想吧 我打个耳洞 他又没有化学物质 是又不漏吧 你说打好的话行 你说打不好的话 轻则发个银 重的话 长个个大漂亮 你说你现在这么说 年轻又爱你 你说长个大还好看吗 人家打一串就也没事 到我这就有事了 我也太惨了吧 不是 你是打一个还是打一串 我就想打一个 它都不允许 那是是是是 其实我跟你说这 就是为了你的健康康 你说你小工压家 平时你熬个夜没事 但是你经常熬夜的话 我感觉他对身体影响太大 我哪有经常熬夜了 我俩认识之前 他就知道我喜欢杨阳 杨阳最近不是出了个新的电视剧吗 然后我就在追 其实也就三十多集 半个月就完事了 晚上是十一点半更新 其实就一个多小时 他就天天叨叨我 别看了 别看了 你说你熬夜 你说你学习或者工作 这可以理解 你说你追电就干啥 但是你白天没有时间看吗 你非得往上看 我之所以要晚上看 是因为我想知道 他今天晚上演的什么呀 不然我睡不着 也一瞪到天亮了 那更完蛋 那你睡不着 你就非得拉上我陪你一块看 因为你是我对象 你要不是我对象 我能拉着你一块看吗 你就不能替我考虑一下吧 你说你白天有时间 我白天才上班 我哪有那么的精力 陪你看电视 没什么吧 这个都小问题 有大的吗 大的 就比如说消费官吧 我是一个苹果控 出什么我就买什么 咱加了苹果 手机加上派的 都可以走上团 都在家转稿呢 你说你要能不能手机干啥 你说两三块手机 不跟你使得吗 你非得买这么多 但是你买苹果 买苹果 你非得价格最高的时候没有吗 你不能等上两三天再买 等上两三天都烂大街了 我买有什么意义吗 钱谁出啊 我花我妈的钱 和我兼职赚来的呀 反正我没花过她一分钱 咱家也不是说 那么特别有钱的 有必要吗 这钱花就感觉太冤枉了 怎么没有必要 我反觉追苹果是一种时尚 我花贴我乐意 手机只剩一种工具而已 你说我现在还没有用苹果 我感觉小米比苹果强多 你一个月兼职挣多少钱 姑娘 我特好奇 就是你兼职挣的钱 够你霍霍吗 不大够 还得我妈不贴 你这职业上面写的是学生 对吧 你还在读书是吧 对 你花你妈钱 花那么理直气壮啊 也不是 其实导演 说我兼职热 我感觉更生气 她现在是学生 我因为在学校没有 我大三了 我在学校没有什么事了 我也不考研 我也不像文理的那些 天天背着小书包 天天去学什么文理啊 语书外啊 那我在学校干什么呢 那我兼职还不如 我也上过大学 我这兼职 跟那个学习比起来 还是学习重要 有什么好学的 我就想问问你 不是 再说你做兼职 你每次做兼职 做那么晚 大晚上了 你回来 你回来 你自己回来 你感觉我放心吧 像她这个教育这方面吧 她是小姑娘家 还是学生 你说她 现在进场 教一些不他不私的朋友 其实我也不会说 不让你教育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能教 你一心朋友太多了 你知道吗 再说一心朋友 都不认识 你知道我的性格 一看就是那种男孩子性格 我就很讲哥们一起 我不喜欢和女人交朋友 那你交朋友 那你也不能骗我呀 我什么时候骗你了吗 你记不记得鱼子 下午一会儿出去吃饭 叫了你最爱吃那个排骨米饭 当时 我记得你就吃了两三口吧 然后我就 我问你 那是怎么回事啊 有这事 我怎么不记得了 具体情况 反正我记不清了 我就记得你 可能说漏了一句 你就说 我晚上还有鱼对呢 我知道了 是不是什么回事 你就跟我说 你约了一个朋友 晚上请你吃一夜宵 当时没怎么想 就是随便问 我是什么朋友 当时记得非常清楚 他就跟我说 是个女的 这个事确实是我骗了他 因为我知道 我如果跟他说 是个男性朋友 他不肯让我出去 人家大老远 从烟台来找我 然后我再跟我朋友说 男朋友不让我出门 然后你感觉 我再让人回去 烟台来找你带着男朋友一起 吃不就得了吗 他不愿意啊 谁不愿意 他不愿意和我一起出去 是吗 我也不是不愿意 再说我工作忙 我其实也没有那么 不晚上你陪他去吃个饭 见个朋友怎么了 他天天就工作工作工作 天天和机器打交道 那总为你出去喝的烂队强吧 你说你跟你那些什么朋友 一般吃饭啥的 必须喝酒吧 不喝酒还叫吃饭吗 你那些小朋友家喝啥酒啊 你说多危险啊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呀 我特好奇 就你们俩怎么能在一起 待一年多呢 去年冬天嘛 同学聚会 然后他正好是我同学的哥哥 我那天喝的酒有点多 摇摇晃晃的 就有个男生过来掺着我 我就感觉 现在这样男的真的很少了 然后他做了一个更感动的事 就是什么呢 他跟我妈妈打了电话 然后把我送了回去 我妈也说这个男人不错 第二天我就要了他的那个联系方式 就这样 你喜欢这小姑娘什么呀 我看你挺累的兄弟 其实他逛街好吃的 然后衣服看好了也给我买 你就喜欢他给你买 好吃的和衣服是吧 我一喝完酒以后 我不是开车吗 开不了车的 然后他一看我喝酒 立马就去帮我开车 然后帮我带回家 随叫随到 不用花钱的异性代价 姑娘 他说喜欢你是代购和代价 你喜欢他什么呢 初初想让我比如说出差啊什么的 都会给我带回来当地的什么东西啊 还是个代购功能 他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不会摘花惹草 你放心他 是吧 但是他不放心你是吧 对 他天天就安全健康 安全健康 就像我爸一样 我爸也天天安全健康 安全健康 就这样 你心目当中应该怎样呢 我当时就以为 我找一个比我大这么多的人 他可以 处处的照顾我 明白了 我们看怎么办吧 来一起进入 秋比特问卷 其实我挺理解这个小姑娘的 其实因为我像她那么大的时候 我会和她有一样的感觉 因为我性格比较直爽 我会觉得同龄的二十出头的女孩 就是少女心公主心嘛 扭扭捏捏的 所以我也有很多的男孩的朋友 我几乎当时所有的朋友都是男孩 对 除了男朋友以外的朋友 还是男性的朋友 但并不是代表 我就要让男朋友不放心 而是我的性格在那个阶段 就是这样的 可是到今天我啊 我比她要大很多 我现在几乎没有什么异性朋友 是因为我要和和我类似的人在一起 就是我们都是妈妈要聊孩子啊 要带孩子一起出去玩啊 要聊很多这个女人这个年龄啊 中年啊 上有老下有小 等等这样的话题 所以自然而然 我的朋友圈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但我还是那个我 我并不会因为我身边异性朋友多 我就会对我自己男朋友不好 我也不会因为我现在身边全是女性 我就和原来是判若两人的那个女人 所以也许只是她这样一个性格 导致她身边的朋友圈男性居多 如果你了解她 如果你认为我说的可能是贴近她的 其实你不要那么担心 她这个阶段就是你说的小姑娘啊 她这个阶段就是这样的状态 可不可以给她多一些时间 多去磨合吧 我其实还是看好你们的 你可以青春 你可以穿各种奇装衣服 因为你绝对彰显自己的个性 你可以直接游 你甚至可以一个直接游上 好几种颜色都可以 你可以买手机 但这一点阔谷最好是自己的钱 你可以交异性朋友 前提是你要懂得一个度 都可以 但是有一点你不可以 就是你不可以不领她的钱 你不可以不懂她 如果你说你不理解 说她为什么要管你 为什么说哎呀漏洞了会着凉 直接游会有损健康 如果你不懂 你还烦她 那你们俩就不应该在一起 因为你互相不了解 她其实很理解你 因为做了这么多 她觉得不好的事情 但是还是让你做 虽然她唠叨 对 那是她对你的理解 因为她觉得你就是这个岁数 你就是要这个 在她的生活中 添一些色彩 但是她为了你的健康 她会说 她会劝 她不会强力说不行 对 你根本现在这个时间点 你是不适合跟她在一起的 你现在还是在玩在闹 你可以教很多的玩伴 但是不应该是她 也可能你交过了很多的玩伴 有的玩伴 可能会成为你的男朋友 可能走了一段时间之后 过个几年 你可能还会想起她的好 但是 不好意思 晚了 过节战了 身在福中不知福 男孩 男孩 我告诉你 你所有的好 对她看来是不领情 所以呢 你应该去找一个领你情的女孩 甭管她是比你小七岁 还是比你小十七岁 只要她领情的话 她就是你的那个对象 但可惜她不是 所以说你去在她身上浪费自己的青春 不如趁早明白 应该去找另外一个女孩 懂你的女 好吗 其实她身上还有好多其他好的地方 当然了 这个女孩没有问题 但她不是适合你那一款 适合你那一款的 不管她岁数跟你差距有多大多小 她只要能理解你 能懂你 能知道把持一个尺度 能够感受你的感受 那就对了 可她不会 或者说她不想 所以她心没在你那 与其改变一个人 不如去找一个适合你的人 以便不浪费你的青春 就这样 不说了 好 谢谢 谢谢崔老师 崔老师 我没听出什么爱情的味道 我就一种感觉 你们俩闲的 很闲 一个女生作为一个学生 闲到说自己无什么可学 没什么好学的 闲到说追求苹果手机 追求潮流 甚至用自己父母的钱 可以那么的理所当然 而男生也很闲 闲到人家根本就不珍惜你对他的美好 你管他干嘛 你不是闲的吗 你以为我将一批野马驯服了 这个过程是一个恋爱的过程吗 不是 我现在特别讨厌有一种女生 哎呀 人生苦短 世事沧桑 作为一个女人 就应该平一点小酒 交一帮子朋友 这才叫时尚 在家里边要求别人对自己全心全意 自己在外面可以随心所欲 不要那么自私好不好 你可以随心所欲 没有问题 你可以享受你的青春 你怎么燃烧都是你自己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要求另外一个人对你全心全意的时候 就请你收敛一点 因为是你自己眷恋他对于你的这种安稳 细腻 可靠 那想请问你回报的是什么 如果你回报不了 你就放肆的去享受你的青春 就不要去眷恋那份所谓对你的安全和美好 说难听点就是你疯你的去吧 你爱疯吗你去疯你的去那是你的人生 但是请不要那么自私的在疯完了之后 又想要有一个安静的港湾 那你能为这个安静的港湾做点什么呢 在整个两个对话的过程当中 我没有听出你为他付出过什么 你只是在享受你对我的好吧 但是我又不想扶你的管 但我告诉你他毕竟不是你爹嘛 他不可能毫无理由的一直这么顺从 现在只是没有到达爆发点吧 而对于男生所说 我很清楚在你灰色的天空里面需要一丝色彩 活泼的女生 不羁的性格 有的时候会弥补你生活的困难 但是同样是活泼的女生 同样是多彩的女生 会有另外一种形式 不是他这种形式 我也见过很多活泼的女生 穿着朴素 清淡的牛仔裤 全眠的白衬衣 扎着马尾便 每天都有一些非常健康的兴趣爱好 喜欢爬山涉水 也很活泼可爱 同时又挺穿透 你适合这种女生 同样可以从她们身上享受到青春的美好 但是她们又不会那么不欣赏你对于她的安稳 总而言之我还是那句话 驯服的过程不是一个恋爱的过程 一匹野马碰上一匹老马 最多是一点新鲜感吧 她始终要从你的话里跑开 就这样吧 男生啊 有很多女孩子是欣赏你这样的 谢老师 真的 也有很多男人是欣赏她这样的 欣赏的方式不一样 所以别强求啊 不爱就是不爱 这不才谈了十个月吗 女生 我倒觉得今天特别重要的是 你重新回头看一看你现在的生活方式吧 为什么现在酒局那么多 其实我说句奉劝你的一句话 让女士喝酒的男人基本上没几个好东西 不是让你赔酒 就是取笑于你 要么就是有别的想法 所以你真的要注意安全 好 谢谢 这个 这段话给电视机前的很多年轻的女孩子说 通理 图里刚才那句话是个通理 因为哪有那么多酒要喝嘛 注意就好 你呀 有人喜欢你种爸 有人就想找你这样的 所以你们俩认清了 是不是曾经爱过 可你连爱都没爱过 不如算了 别那么厌倦了 好了 时间留给你们吧 让我们一起走进港容蒸蛋糕 好吃不上火 黄金六十秒 其实我感觉咱俩交了这么长时间了 彼此之间肯定有感情了 咱俩交了这段时间中 你给我带来的快乐 我很珍惜 但是你在生活中确实有些不好的习惯 我希望你改正 我希望你静下心来好好想想 我为你做的事 我知道你 你做什么事都是为了我好 这个点我是非常清楚的 一开始我就很清楚 到现在站在这里的这一刻我也很清楚 我就是接受不了你对我的方式 真的 你如果不管我那么多 咱俩绝对不会来到这里 对吧 不是 我还希望你不要太激动 你好好想一想 毕竟咱俩有感情 你不要轻易地说翻手之策 好吧 这个 我也不敢说给你保证什么什么的 我只能说 我可以考虑一下 好 请亮灯 你是真多情啊 请回吧两位 谢谢 来 请关门 请开门 关门 明平 你从上都快 我也尝视了 belly 我或是 responding 你说句实话 如果他不是你女朋友的话 一个女生啊 穿那个 牛仔裤 好看吗 如果他不是你女朋友的话 好看啊 如果她不是你的女朋友的话 那个手指甲涂得漂漂亮亮的 你觉得好看吗 好看 所以学会欣赏那种美 不要去占有它 好 谢谢主持 谢谢你 来 请回